在立法委员苏巧会的建议下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教育部次长林腾角及新北市议员陈世荣 到树林视察三多国小操场跑道整修 树林高中校园监视设备增设 以及大同树林国小校园环境及教学资源修缮等 对校园基础设施做实地了解 立法委员苏巧会表示 自己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议员 重视在地教育 且实地考察发现各校校园修缮 设备增设都有其必要性 将联合地方议员给树林学子好的环境 其实我是树林这个地方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本来就应该为地方争取资源 现在又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所以对教育的部分当然特别关心 那今天呢特别带着我们教育部的次长 来到树林这边 看看有需要的学校为大家争取经费 这几间学校都是有需要整建的 那我们和地方的议员 陈世荣议员 廖本燕议员 高敏会议员 大家都会一起来努力 新北市议员陈世荣也非常关心树林区 内基础教育设施及安全 承诺将在议会上顺利将经费案通过 让树林在地学子有安全的校园环境 有关预算的编列方式 我们会在议会顺利来通过这个电路案 早一点来执行这些地方所需求的交易建设 那改善我们的教学环境 教育部次长林腾教也表示 经过今天的视察 涉及到校园安全及学生学习品质的部分 教育部将从优从快做补助 而预算拨用方式将由中央补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完成学校建设需求 这个涉及到跟校园安全 跟学生的学习品质比较有关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教育部会从优从快从速 那么给予这个补助 所以会由中央的补助款 加上我们地方的配合款 一起来完成学校所需要的这样子的建设需求 经过地方立委及中央官员的实地考察 确定基础设施老旧部分将从速拨款 因地震或台风而受损的校园诊件 将在10月份台风起过后 同诊经费结余 优先予以补助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